进来之后呢我要为我的第一页做开启 开我的第一页 好那第一页的做法呢 同学们只要到上头 档案的地方选择开新档案 同样的工作窗戈会再跑出来 那我们这一次要选择的是网页 网页喔 好点第一个空白网页 好它就会开启空的 那空的因为还没有取名字嘛 所以上头会出现new page 它会出现一个预设的档名 所以这是开网页的方法 或者是同学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白色的纸张 点一下 好也马上开了 这样听得懂 所以你可以用上方的这个开 或这个开都好 那现在开的就是真正的网页了 网页好 那我开了之后 我先把这一页做储存 当我按一下磁列片的时候 这一页它预设就会帮你变index 知道吧 因为你这个网站一页都没有 所以它就会自动预设 只要第一页进来都叫index 除非你要换别的 你就自己再改 好 那假设它是我的第一页 好 我就是用index不改了 储存 上方标签页就会变成是index 然后左边就会变index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页 来第二页 假设第二页我要做的是自我介绍 好 那我们就储存 那你就随便打一个英文吧 英文好一点就可以打 英文烂的就打aabvcc 有没有 然后自己再去列表记起来就好了 好 储存 好 这是第二页aal 来同学们看一下 这两页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党名不一样之外 还有吗 前面icon不一样 对 图片 首页是房子 所以它会用一个 那个房子的图示 然后一般的页面就是这个纸张 那为什么会有一支笔插在上面 有没有 因为你现在正在编辑中 如果你把它关掉 好像index我不要了 来右方插插按掉 关闭 你俩那一根就没有 就不见了 不会插上去 同样的这个再关掉 好 那一根就不见了 好 那如果我想开我要的页面继续编辑 好 我要开index 点它 快按两下 这一页就会做开启 OK 好 开启跟关闭会吧 好 再来 那 如果你那个党名啊 取取你觉得自己想换名字的话 同学们呢 好 重新命名才按右键 右键的地方就有个功能叫重新命名 打字的时候 同学们记得 点html不要动 这是你们最容易错 很多同学都给它这样反白 来01 就打进去了 它就挂了 知道了 不行哦 所以记得哦 副党名要留着 那在电脑里头 在电脑世界里头 点什么什么 这个叫副党名 前面这叫主党名 主要党名 后面叫副党名 主党名只是为了让我们使用者来辨试用 而副党名是 它的身份别 这个党 它是图片 还是声音 还是影片 还是档案 文字文书 文书软体 都是由这个来判断的 那html的意思就是网页 所以你不要把人家身份给搞坏 人家明明是台湾的身份证 你要把它弄的是别的国家的 所以这身份证的部分不能去动到它 所以只能够更改的是主党名的部分 这样听懂 好 那改完之后 只要按下enter键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是开档案两下 关闭按XX 好 更名的话点选之后右键 重新命名 增加页面 只要点选空白档 就马上多一个出来 好 这是基本的操作 来聚集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